瑞穗香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署与县政府的协助下 办理家政班幸福农村食农教育研习 邀请了知名饭店糕点师傅 以蜜香红茶为材料 研发制作蜜香红茶蛋糕 鲜奶酪等糕点 让农产多样化同时 家政班的妈妈也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除了面粉、鸡蛋及酸奶等制作蛋糕的材料 知名饭店的糕点师傅也特别加入了在地蜜香红茶的秘密武器 让家政班妈妈们手做越在地就越国际化的口味 我们前面要需要用小量的水 把这条红茶糕泡开之后 把它要焖15分钟 日志乡农会配合农粮署东区分署与县政府推动幸福农村 规划一系列食农教育研习训练课程 这一次以蜜香红茶为主要材料 研发制作蜜香红茶蛋糕、鲜奶酪等等的糕点 各个家政班高度兴趣、报名踊跃 茶洞、蜜香红茶 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开心 高高兴兴的让大家一起合作 早上我们就有煮好香 真的不错 做成蛋糕真的非常的好吃、可口 以在地知名的蜜香红茶产业为主 规划设计一系列食农教育体验课程 农会表示 让家政班员认识在地农产业的同时 提供班员习的一技之长 也让在地农产业能更多元化的利用与开发 食农教育我们今年结合了我们 瑞瑟香最有名的蜜香红茶跟柚花茶 然后我们除了平常品茶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来做茶点、蛋糕 除了你一边喝茶还可以做点心 有多样的变化 相当重视农村妇女也积极辅导 家政班的瑞瑟香农会 所辅导的家政班将近20个左右 每年也积极争取配合上级农村单位的计划 来推广辅导 规划各类研习训练课程 提供农村妇女吸收新知的平台 共同建构健康幸福的农村生活 记得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仅仅仅仅仅负 страш 只要没做资讯 您53考谈 追求